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次遭遇这种 我从来没看到过整个北京机场下来以后 航站楼里边都是一股煤气味道 像烧煤那种味道 飞机场基本上跑道都看不见 就是在你肺里东京的空气开始和北京的空气混合 但是乌萨人家有先见之明 所以说你看学的日本人都是带点小礼物 你看专门给我们送的日本的口罩 日本口罩 你说还这么体贴给我送个避孕套 这是眼药水 谁看谁 大家看谁看 这不是那个安全套 不过这个是在日本那个药妆店卖的还真是不错 一个是眼药水 非常好 日本的那个都是卖了脱 就是他们所谓销量的移民 经常脱销的 但是乌萨我真是觉得日本的口罩 其实对付不了中国这个雾霾 因为日本的口罩基本上是对付那个花粉症 他们没有这种情况吧 我觉得 有啊你看这个上面都写着PM2.5 他们也是专制 因为我觉得他们国内不需要有这种 你要知道日本制造业 近年来已经专门为中国 对 这个中国的你到日本的银座去看看 这个银座的药妆店里面 基本上95%都是中国大陆的 我倒想问你 为什么他们女的去日本 都去这个药妆店呢 那里边到底是个什么 嗯首先 我觉得啊 就中国现在没有药妆店 这种形式的那种店铺啊 它一个店铺里面有好多东西 包括你生活的生活用品化妆品 你就是洗衣粉 什么衣架 所以说就包裸外相 中国都有吗 但是它在一个店里面全部有 而且为什么你说的 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就去 说白了中国的现在的质量 确实你不能跟人比 哦 它能在一家店里面全部能买到 而且价格比较合理 你再怎么就是 在这家店里你去的是这个价格 你到另外一家店里去 它也是这个价格 没有什么价格的竞争啊 在日本就是很平 就是很平均的 所以说 哎 中国人到那边去就是要装店嘛 对吧 化妆品 这个话题 咱们可以专门跟乌桑这个聊一集啊 这个乌桑是个什么人 在他在呃 乔居日本二十多年了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了对吧 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 我刚才老提醒自己 别说错了 两个老婆 哈哈哈 但是呢 中国观众认识乌桑 是通过冯小刚的电影 这个《非诚勿扰》 老实讲 哎 那一幕我要为了介绍你 我要咱们再再回顾一下 我就是看到那儿 你哭的时候啊 我也看哭了 哎呀 我也看哭了 所以咱们可以看看这一段 他认识 天危跟路 到彼此 遇到 字幕志愿者 哎呀 当时是谁 冯小刚在后座上拿着机器拍呢 对 我都不敢看这段戏 大家也知道我是第一次拍戏 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那种演戏的 那个经历和那个技术吧 确实这场戏呢 是我就是整场戏演完 就最后的就是我的一场戏了 我这个演完以后我就刷金了 其实整个一场戏中间发生了好多事情 就是说白了 也就冯小刚对我的一些演戏的一些不满 真的这么说 他有的时候简直就在现场 他求着你演 你还不想演呢 然后他还不满 当然他不满了 他跟我说最厉害的一句话 就是说 他说五少你想一想啊 他说我这个前半部分已经拍完了 这个几千万的钱已经投下去了啊 这个戏如果砸在你身上 砸在你 这很可能就砸在你手上了 你不好好演的话 你看怎么办 后来我就 当天晚上我就跟他说 我说导演 我说你这样 我说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人来演 我真不想演 我演不了这戏 我没演过戏 那时候葛优还是非常帮我 他就跟小刚说了 他说小刚你太不高谱了 你屋上没演过戏 他能跟我演戏 他说你 你要给他一些一个演戏的一个空间 好好 就是不要给我这么多压力 后来天天早上 就是我从饭店到现场拍戏 葛优就坐着我的车 我帮葛优安排了一辆车 还有日本的司机 但是葛优说 我坐你的车 你开车 完了以后一个多小时的路 他天天就跟我聊 他主要 葛优其实我知道 他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演戏的一个氛围 跟我交流 跟我交流 完了以后呢 让我 他就跟我说 物长 你演 拍十条八条都没关系 我陪你 但是谁 谁敢这样啊 一般在中国 你说跟葛优演戏的话 一条 两条不过的 第三条 就不好意思了 你知道 但葛优跟我说 你没事 七条八条 我陪你演 所以葛优 脾气好 对 这个圈里的人缘也好 这是 还是有原因的 那彭小刚也有好吗 这个 我也不认识 但是我经常 我倒是挺喜欢 他那个真性情的 因为隔一段时间 就看这个 对 有一些比较 比较有意思的话 这个直辣辣的话 你看着挺过瘾的 我倒是从那个新闻上 经常可以看的 得了影帝了 冯小刚 是吧 而且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冯小刚啊 有些人是不喜欢他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要 你要是他身边的人呢 这个人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 其实 他真是能够让这个 喝酒的时候 在一个酒桌上 他是有那种能力 能让满座结欢的人 就是有这种能力 而且你就说 他实际上 要照我觉得 他就是一怒 但是也一哭 但是也一乐 甚至于我感觉 他 我从他最近一些言论呢 我能够感觉到 他可能拍戏的时候 经常有想打人的心情 有有有 然后他拿日本人说事 是吧 最近出席一论坛 然后冯小刚就讲 就说中国电影 怎么那么希望呢 说我们在日本那个拍电影 这个管那个 拿那个道具 还是搬什么监视器的 说我让人把监视器挪一下 然后有个日本工人 可能挪得慢了点 他那个组长啊 光机就是一脚啊 或者啪就一大嘴巴 那人嗨 还就鞠躬 他说你瞧瞧 你瞧 中国这年轻人 你不奏行吗 这些事情都在现场 在我的眼前发生的吗 哎呦 我感觉就是 冯小刚 就有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冯小 有一次我们那个 在拍我跟葛优 和那个 我下车 装行李的时候 就跟葛优 有一段那个对白 完了以后 这个行李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包啊 是空的 你看一个空的包 你说我们俩低着 就是没有分量 就是感觉就是一个空包 而且里面你 至少塞点东西吧 对吧 冯小刚看了以后 他就发火了 就把那个包就下了雨啊 就一下子哗出去了 整个现场就 就确实啊 就是我们中国的 就是我们的电影的制作人员 就是就是 其实也不是仅仅电影了 就是我就感觉到 就是敬业程度啊 就是还是比较欠缺 你跟日本比的话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你包里面 你垫一点东西 垫块 垫块砖也可以啊 让人低的时候 有电视分量 对吧 鼓起来的 这是行李嘛 对吧 一个包是空的 所以说这种事情 在现场 经常会发生 冯小刚也 小刚有的时候也是会 所以他当演员 能当影帝 有这个爆发力 对 我觉得你 他选你当演员 没错 我觉得这个演员 是天生的 就是你看 你其实你注意看 一个 你别看冯小刚啊 张艺谋 你别看他们丑 但是 就是说 你注意到没有 我早就说了 我说这个形象啊 造型并不等于 通常认为的那个美 你想想看这个 这个张艺谋 或者说冯小刚 他那个脸 这个线条啊 很有线条感 就是他本身这个脸 他不演 就很有表现力 是吧 你别说 讲到那个张艺谋 我小时候还真是看过 他就是 老景啊 对 俩都影帝 张艺谋行也在东京 拿过一个 我不记得了 这个老景是拿影帝吗 就是吴天明导演的 但是那个电影是拿了一个大奖 我记得 但是他本人 但是我还真的是印象特别深 他就是他特别是演那个陕北的那个农民 正好符合他的那个 可能那个经历和他的出身吧 所以我就觉得 你别说中国就那个年代 不还有讨论吗 说出了很多 当然了 人家不乐意听 叫什么丑星是吧 就是说那个年代 而且好像跟日本有关系 就喜欢 说审美从这个叫什么 奶油小声转化到喜欢高苍剑式的那种 苍桑 对 有苍桑感的 有点那份 但是现在呢 好像又轮回了 小鲜肉是吧 又回去了 而且这个乌桑 我刚才看 我觉得你以后不演戏也不对 因为你演戏的时候 脸能小一点 但是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问他 就说日本现在还打人呢 抽嘴巴 对啊 就是在现场吧 在电影 就是在电影界里面 就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就是比如说我是掌机的 那我是助手 我是摄影助手 那对他是绝对服从的 不可能发生 就是那个 就不服从 像中国的话 就可能会 就是不服从 明天找人了 这不可能 所以说 他经常会发生 就是打人 会的 就是我们就非诚勿扰 就打过几次人 就是 但是被打的人 就是他的态度 就是让我看得蛮感动的 就是他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被你抽了 但是我还是 我服从你 我是错了 我今后 我得做更好呀 对不对 你不能说抽了以后 我明天迟了 我不干了 那就不对了 这会还是我的感觉 那是说这个 就是电影 这个日本这个电影行业 还保持传统 我理解好像是 比如师傅带徒弟 大公带小公 他还是保留这个吗 这个东西很严敏 很严格 很严格 所以呢 你看你在日本 你能感觉到一种 这个传统 的一种 一种坚守 但是这东西 在今天的中国呀 好像是频频受到挑战 甚至咱就说这个冯小刚 我觉得冯小刚说话也实在 经常说出一些话来 让你觉得怎么就把这个就说了 是吧 咱们可以再看一段 看看冯小刚最近放炮 就是 一类是有话要说 一类是没话找话 我过去觉得 还得我了解这个事情 我现在觉得 我不了解 现在好在 还有一堆糊涂蛋 在拍了一些 糊涂糊涂的电影 跟一些 糊涂糊涂的观众在看 因为我觉得很 无聊的电影 其实也在市场表现都很 你对冯小刚是什么看法 我认为冯小刚呢 就是 蛮实在的 他敢说 他在中国的 就是电影导演里面 他真是能敢说 而且 他比较 他说出来的东西 比较就是容易被人接受 而且这种事实 这种现象 他别人是 不敢就 戳摸的 或者就是不敢去说的 他能敢 他敢说 完了以后 而且我认为 他能讲到点子上 而且中国的一些 就是 就是所谓的一些 比较丑闻吧 就是 他能 他能一下子点上去 我就感觉到冯小刚还是胆子蛮大的 你们在日本的时候 一块玩 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 跟我们摆会摆会 小刚吧 其实跟小刚玩吧 玩不到一块 他不吃饭 他不吃 他不是不吃饭 不是不吃饭 外面的拍1972 是吧 找饥饿感 对日本的那个美食不感兴趣 他吃蛋炒饭 他就有吃到 走到什么地方都吃蛋炒饭 有很高级的店 你跟他安排好了 加酱油 加酱油 加点葱 放鸡蛋 不要放肉 完了以后 跟他吃东西是没什么可那个的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瞎聊呗 跟他瞎聊天 他能就是 比如说我们拍《非诚勿扰》吧 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非诚勿扰》 这件事情的 一次呢 他那个 做完电影一个宣传 完了以后 他说有时间 他说 他说 吴总 咱们去北海道去看看吧 我说可以啊 他去什么地方 我说我来定 正好我去了一个地方叫知床 这知床呢 是一个日本的一个自然遗产 我感到挺有就是 原汁原味的那种自然的那个风光 我就带他去了 我开着车 他坐着旁边 兴致勃勃的 就四天时间 一天天在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完了以后 大家看到那个《非诚勿扰》里面的后半段的 在日本的所有的戏呢 这个桥段是怎么出来的呢 都是我跟他瞎砍 砍出来的 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啊 我开着车 他就说 乌桑乌桑那边那个 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一个寺庙 我一看 我说是寺庙 他就过一会儿 他就说了 就开始编故事了 他说 我们如果说我们俩下去 到那个寺庙去 完了以后 这个寺庙里面正好有 有那个黑社会 在那个作葬礼 我们去了以后 会是会是个怎么样 完了以后就有这个桥段了 我们就 我跟他两个人就瞎 瞎说了 就把这个故事编出来了 包括教堂的戏啊 还有葛优的一些就是 葛优的吃饭的一些戏啊 还有还有很多条段了 这些条段的都是 就是包括四姐妹 四姐妹是什么 他看到一个一个广告 一个广告上面写的四姐妹 就是这个四姐妹四个字 他说哎 这上面写的四姐妹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我其实车子也开过头了 根本就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我没看到 他说哎 晚上咱们是不是到那个温泉的地方 咱们去晚上去喝酒 我说可以啊 没问题 他说去喝酒的时候 那个喝酒店门口 写这个四姐妹的一个东西 我们俩进去了以后 你说哎 你说里边是不是会有四个女人在里边 哦 完了以后就说 哎 我说可能会 但是呢 我说你进去了以后 你看这个广告是二十几岁的 进去一看 是一个年纪比较大 的四个老太太 后来就有了 他的那个四姐妹居酒屋 完了以后四个老太太 加起来三百岁 所有的后面的桥段 都是他在 我们一边开车 一边编出来的 其实编 当时编的时候 并没有想过有《非诚勿扰》 只是瞎说瞎砍 过了半年吧 突然间他跟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那个1942不能拍了 那个当时要拍 拍1942不能拍了 他说我想把日本的那个 我们俩的经历 就是拍成那个电影 他说你是不是把我们的一些经历 把这些条段 把文字 整理一下变成文字 完了以后呢 我写前半部分 你把后面的那部分 整理一下 再合在一起 最终中他就把这个整个戏 给写下来了 这电影就是这么编出来 就是那个四姑娘 我对那个印象还很深 我觉得那个很好玩 就是那个酒吧本身 就是在北海道 那就是有那么一家 是吧 就那个居酒屋 不是酒吧 居酒屋 对居酒屋 然后据说你们拍了之后 说那个居酒屋 现在是特别有名 在北海道 是吧 那是绝对的 现在就是所有的 到北海道到东去玩的 那个都是 基本上都是冲着 《非诚勿扰》去的 玩意又去了以后 必定会晚上去看这个酒吧 他们这怎么感谢您呢 这个做了那么好的 他是形象大使 她是四姑娘 不是日本的 这个日本风的 对日本政府任命的形象大使 对 所以他的话也不能全信 但是我就是想说呀 这个冯小刚这个人啊 他同时他还有一种 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这个不安全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很幽默 就是有一次 这个我们一些朋友吃饭 这个冯小刚也在 然后呢 就是大家说起来呀 正巧有人说 说今天我的生日 是我生日 所以要不说 还是女士贴心呢 在座有两个女士 敲目声的 人家出去给我买了个蛋糕 然后大家就在这凑气嘛 就说哎 在这个吹 吹蜡烛 然后就说 我就闭着眼睛 许愿嘛 大家说许愿 许愿 然后呢 我闭着眼睛 然后旁边人就在说 许什么愿呢 许什么愿呢 然后我就听见 冯小刚在旁边配旁白 别出事 别出事 相见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听说啊 就是中国这些大导演啊 什么姜文啊 这个冯小刚啊 什么顾长卫啊 他们到日本都找你喝酒去 对 也不是喝酒了 他们 他们的所有的 基本上他们的成名做 在做的后期都是在日本做的 对 我就说这是个什么缘分 也挺有意思 我觉得整个基本上 咱们就说是这算第五代吗 就从这个 这个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什么的啊 那个时候的电影 他们拍的电影 都拿到日本去做后期 而这个乌桑 他正式在日本二十多年 干的就是这个电影 电影后期制作 为什么当时他们的电影 都拿到日本去做后期 当时呢 其实是这样的 中国的一些后期制作的 一些技术呢 确实没有达到一个 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 完了以后呢 大家呢 就是电影 当时的中国第五代的电影 导演的所有的作品 都是引起了世界 全世界的关注嘛 但是他的制作水平太差了 比如说咱们说 现场如果说用摄影机拍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胶片 但是他没有一个 很好的充应的技术 完了以后 有了这个 有了一个好的充应的技术以后 你还有声音里面 有很好的混入设备 这些技术呢 日本呢 确实比我们当时要要好很多很多 所以说当时一些像小刚啊 不是小刚 那个凯哥 老摩啊 这些 佳文啊 他们这些人呢 都是 还是有一点钱的 就是愿有人帮他投钱 他有这点钱 去到国外去做 他就选择了日本 因为又近 完了以后呢 他们这些人在 其实在他们的内心 都有一种情节 就是他们都是看了很多 日本电影过来的 长大的 所以说到日本去做 他们就比较安心 确实呢 你想啊 一部就比如说 阳光灿亮日子 这是姜文的第一部片子 在日本做了以后 确实那个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他这部片子的声音 是在德国做的 画面是在日本做的 所以说包括老摩的 还有就是常委的片子 也是都是在日本做的 就是说那个时候 就是说是落魄的 就那个时候拍电影的 可不像现在 这样有多少钱 说是姜文他们在日本 做这个后期的时候 就等着那个谁啊 文俊呢 文俊 代表钱的是吧 我天天在他们这个旁边 那个姜文发火 就是跟文俊 就是没钱了 就是完了以后写信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微信的短信 就写信 完了以后 都说我们没吃饭了 那个没饭吃了 那个常委也是 就说那怎么办 就我们没饭吃了 就这样逼迫着 就是拿扣一点钱 扣一点钱 做后期 确实蛮难的 那个时候 你真是经历 等于经历了一部 半部中国电影史 那您觉得 比如说那时候 大概是90年代吧 你说那时候 90年代 日本的 比如说 咱们不能 就是做那么大的 那种评价 就是说 比如说在电影工艺上 你说那时候 中国和日本 能差多大水平 为之好奇 这种问题 二三十年吧 我觉得应该是有 至少二三十年 它是那种 硬件上的落后吗 还是人的 不是 我认为不是硬件上的 是人的落后 是操作人员 你想啊 咱们到北影洗衣厂 我去看了以后 我在洗衣厂干了将近十一年 我们进去都要换鞋啊 换衣服啊 那个就是整个灰尘 就是对 因为胶片 它是不能站上那个灰尘的 站上灰尘以后 印了以后 你经常我们老片子 就看到滑道啊 上面刷出了一个白的 或者出了一点灰啊 什么 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当时的技术 还没有电脑 我们现在用电脑 什么修一下 都那个 当时就完全就是 你印出出来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 这个工作的环境 需要就是人的数字 要非常高 我到北影去 北影的洗衣厂去看了以后 哎呦 整个就是一个生产 合作社 这种感觉 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 封闭的那个环境 完了以后工人 那也随便便的 就这个 所以说 你做出来的东西 还配光 这个要求特别高 这些呢 需要有一个技术上的 一个东西 对什么作品 用什么颜色来呈现 那就它的技术 要跟导演的要求 要配合得非常的好 到最后在底片上 它能呈现出来 这些呢 我认为呢 就是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就咱们中国人 有的时候就马马虎虎 就能过去就过去 哎 这差不多了 差不多就 这个差不多 其实很害人的 日本人就做这个事情 就是 你这个颜色 如果不行的话 我第二个 我肯定给你调过来 导演你说 你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不接 为什么不接 他说 你当时拍的时候 你的曝光是不足的 但是我用什么技术 现在帮你这个曝光 给你补回来 但是呢 我最大限度 能补到什么程度 这个导演也 也幸福啊 就是你 当时我们拍的 那个时候 就交费就不好嘛 对吧 这个我 昨天在我这个朋友圈里 看见一个鸡汤 就是说呢 说这个日本人呢 管什么都叫道 花道 柔道 茶道 但是中国人呢 你看中国人叫义 或者叫术 武术 武艺 是吧 这个什么茶艺 他说这个艺和道的区别是什么呢 说道啊 就是寄近于道 他有某种这个道是为了内心的 或者某种精神层面的追求 但是艺呢 是带有表演性的 我觉得他这里边讲到日本 一个做那个阳羹的 那么一个小店 大家排队买一个人 只能买五块 就因为他不可能做的多 他那么讲究用多少小豆 是吧 又熬到什么火 他们为什么弄到这么样的一个程度 哎呀 我